生命观,我有我的生命观,我不干涉你,只要我能,我就感化你,如果不能,那我就认命,61点你希望掌握永恒,那你必须控制现在。 62点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,不管它有多坏,有多恶,你欲骂它,你的心就被污染了,你要想,它就是你的善知识。 63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,别人可以害我们,打我们,毁谤我们,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 为什麽?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,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。 64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,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。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,就得先受苦受难。 65点世界,原本就不是属于你,因此你用不着抛弃。 要抛弃的是,一切的执着。 万物皆为我所用,但非我所属。 66点虽然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,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。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 六十六条经典禅语。 侠客文章一点,人之所以痛苦。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。 二点如果你不给自己烦恼, 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烦恼。 因为你自己的内心,你放不下。 三点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。 四点你永远要欢恕众生。 不论它有多坏,甚至它伤害过你。 你一定要放下,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。 五点当你快乐时,你要想。 这快乐不是永恒的。 当你痛苦时你要想这痛苦也不是永恒。 六点今日的执着。 会造成明日的后悔。 七点你可以拥有爱。 但不要执着。 因为分离是必然的。 八点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在你,一定会后悔的地方上。 九点你拾磨时候放下。 拾磨时候就没有烦恼。 十点每一种创伤, 都是一种成熟。 十一点狂妄的人有救。 自卑的人没有救。 认识自己。 相扶自己。 改变自己。 才能改变别人。 十二点你不要,一直不满人家。 你应该一直检讨自己才对。 不满人家。 是苦了你自己。 十三点一个人,如果不能从内心去原谅别人。 那他就永远不会心安理得。 十四点心中装满着自己的看法与想法的人。 永远听不见别人的心声。 十五点毁灭人,只要一句话。 陪直一个人却要千句话。 请你多口下留情。 十六点根本,不必回头去看,咒骂你的人是谁。 如果有一条,疯狗咬你一口。 难道你也要他,下去反咬他一口吗? 十七点永远,不要浪费你的一分一秒。 去想任何你不喜欢的人。 十八点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。 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说出来。 别人就容易接受。 十九点同样的瓶子。 你为十摩药装毒药呢? 同样的心理。 你为十摩药充满着烦恼呢? 二十点得不到的东西。 我们会一直以为他是美好的。 那是因为你对他了解太少。 没有时间与他相处在一起。 当有一天, 你深入了解后, 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。 二十一点活着一天。 就是有福气。 就该珍惜。 当我哭泣我, 没有鞋子穿的时候。 我发现有人却没有脚。 二十二点多一分心力去注意别人。 就少一分心力反省自己。 你懂吗? 二十三点憎恨别人对自己是一种很大的损失。 二十四点每一个人都拥有生命。 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生命。 乃至于珍惜生命。 不了解生命的人。 生命对他来说, 是一种惩罚。 二十五点情直是苦恼的原因。 放下情直。 你才能得到自在。 二十六点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。 这样子比较少后悔。 二十七点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。 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欺骗得了你。 二十八点用伤害别人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缺点的人。 是可耻的。 二十九点默默的关怀与祝福别人。 那是一种无形的不知。 三十五点不要刻意去猜测他人的想法。 如果你没有智慧与经验的正确判断。 通常都会有错误的。 三十一点要了解一个人。 只需要看他的出发点与目的的是否相同。 就可以知道他是否真心的。 三十二点人生的真理只是藏在平淡无畏之中。 三十三点不洗澡的人硬擦香水是不会香的。 名声女尊贵是来自于真才识学的。 有得自然香。 原谅别人。 就是给自己心中留下空间。 以便回旋。 三十四点时间总会过去的。 让时间留走你的烦恼吧。 三十五点你硬要把单纯的事情看得很严重。 那样子你会很痛苦。 三十六点永远扭曲别人善意的人。 无药可救。 三十七点说一句谎话。 要编造十句谎话来弥补。 何苦呢? 三十八点白白的过一天。 无所事事。 就像犯了窃到罪一样。 三十九点广结众缘。 就是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人。 四十点审默示。